开展全线地面攻势这几天时间,以色列国防军的动作还是可圈可点的,大举推进的同时保持谨慎,先从中部的布莱吉一带切入,将加沙分为南北两部分,确保被分割在两侧的巴勒斯坦武装无法互相支援,但可能是双方都不同程度的有意识封锁消息,已军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斗并没有更详细的报告, 不过以色列官方还是透露了一些最近的进展,据以色列时报11月1日报道,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准将表示,以军地面部队在空军和海军的协同下,已经突破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前沿防线,突破加沙北部的前沿防线,论进度来说距离最终胜利也差得远,也就能证明前两天有以色列媒体声称, 以军铲除哈马斯的进度,完成百分之十这个说法,有一定的道理,实际上以军兵分三路,从加沙城北、中部和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至今,虽然已经实现了包围加沙城的战术目标, 但面对四万哈马斯武装的绝体反击,以军已经有点吃不消了,往往以军刚刚通过加沙城郊的道路,哈马斯武装就从以军身后的地道里爬出,对其发射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, 在近期已经曝光的多段视频中,以军至少被哈马斯打死,打伤三十至四十人,但以军自己只承认了十三人阵亡, 不过鉴于以色列对战场信息的全面封锁,随着以军在战场上的推进捷报频传,内塔尼亚胡反而更加笑不起来, 因为他担心以色列所谓的第二次独立战争,会像前几次中东战争一样,在关键时刻被联合国阻止,从而无法完成其政治和军事目标,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独立战争,10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样形容, 以色列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战争,作为武进攻的以色列最高掌权者,内塔尼亚胡自然不会再公开场合, 随意总结这场让他自己和以色列都备受争议的战争,但他的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, 以色列这二十多天来宣称自己是受害者有没有道理,以及为什么说可能被联合国阻止, 这就要从头说起了,首先独立战争,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,都有非同一般的意义, 表示这个国家的独立自主,是靠自己的人民用奋斗与牺牲换来的,法理上没问题, 内塔尼亚胡用1948年的以色列立国之战,与现在的情况类比,就是想告诉以色列人国家新王在此一战, 只是严格来说,这个形容并不贴切,真正贴切的是以色列差点就亡国的, 1973年赎罪日战争,今天的哈马斯无论哪个方面,都远远不能与几乎成功灭掉, 以色列的阿拉伯联军相比,独立战争不太妥贴,那么以色列是受害者有没有道理? 恐怕也没有,以色列标榜自己是受害者,第一是强调哈马斯率先攻击自己, 第二就是在联大紧急会议上投票约旦的提案时, 全球120国赞成,14国反对,45国弃权,对这个结果,美国和以色列都一定有心理准备, 但让以色列恼怒的是,七国集团中只有美国反对,五国弃权,法国投赞成票, 五眼联盟之一的新西兰也赞成,与美国关系紧密的日本韩国, 从西方获得无数好处的印度,传统的西方国家比利时,挪威等国也全部赞成, 波兰和德国弃权,这相当于除了少数如捷克,奥地利等强头草, 仍跟随美国或者弃权,几乎整个西方都在反对以色列, 这让几十年来习惯西方全方位支持的以色列,认为自己遭到了背叛, 更让特拉维恐惧的是,即使美国支持以色列也开始有了条件, 例如之前有消息,拜登向内塔尼亚胡施压,要求不得对加沙发起入侵, 拜登之所以如此,除了中美对抗让美国持续失血, 乌克兰战场也是美国无法愈合的伤口, 在这样的情况下,美国肯定不希望再多以色列一个无底洞, 1948年建国以来,以色列再一次感受到孤立无援, 尽管这纯属以色列自找的,至于被联合国阻止, 前三次中东战争都有过,尤其是1956年, 因为联合国介入,以色列被迫放弃西奈半岛, 被以色列人认为就是联合国阻止以色列扩大领土, 但最让以色列人对联合国有意见的是, 1973年明明是阿拉伯人先偷袭自己, 结果联合国在以色列挨揍时一言不发, 等以军开始反攻的时候联合国来了, 还勒令以色列军队停止行动, 有了这样的前科, 以色列自然对联合国极其不满, 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就濒临时空, 因为在以色列看来, 古特雷斯的表态, 加上约旦提案通过, 无疑是联合国准备在以军取得报酬的进展时介入, 让以色列轻易放过仇人的信号, 这么看来似乎真的是以色列在吃亏, 当然不是, 但这就是以色列的高明之处, 用部分事实歪曲真相, 掩盖他们生活在从巴勒斯坦那里, 抢来的土地的真相, 掩盖他们正在对巴勒斯坦展开种族灭绝的真相, 掩盖他们试图利用强权, 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真相, 总体上来说, 随着以军深入人员居住的密集区, 接下来的战斗将十分残忍,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, 加沙的战事距离结束还远得很, 然而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在为加沙的未来操上心了, 据彭博士报道, 美国和以色列官方已经开始讨论消灭哈马斯之后, 加沙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, 有多名知情人透露, 目前华盛顿和特拉维夫有三个方案, 第一个方案由中东地区的国家组成委员会进行监管, 由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出兵, 组成多国部队维持秩序, 第二个方案按照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合约的木板, 在加沙驻扎一支多国军队和观察员组成的维和部队, 第三个方案是直接由联合国监管加沙, 美国和以色列关于加沙地带, 未来将怎样并无定论, 双方只是有一个初步的对话框架, 未来的变数还有很多, 有美国官员认为这些方案不成熟或不现实, 不过以色列的态度比较明确, 即以色列不会占领加沙, 但也绝不能接受哈马斯继续统治加沙, 算是有一个可以确定的底牌, 即使只从西方的角度看待这三方案, 恐怕用不成熟或不现实都不足以概括, 而是纯粹的天方夜谭, 根本不可能实现, 另外彭博社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事, 就是尽管美国政府的高官们多次表示, 应该让巴勒斯坦独立建国, 并提供相应的帮助, 但无论公开还是私下, 包括拜登在内, 没有任何美国高官讨论过这个问题, 显然所谓巴勒斯坦国, 不过是美国拿来粉饰自己什么都不想做的遮羞部, 虽然这个时候派美军维和部队进入加沙, 确实对美国没什么好处, 说到好处, 其实特拉维夫也提到过, 有自称了解以色列想法的人士表示, 以色列政府的意思, 是认为联合国监管加沙不存在大力上的问题, 但以色列本国并未从联合国得到什么好处,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, 说明以色列政府的无下限, 真是刷新三观, 因为按照以色列屠杀平民的做派, 联合国不号召全球制裁以色列, 仅仅是因为美国从中作梗, 如今竟然还要求从联合国获得好处, 当然这个消息真正的重点在于, 是美国和以色列认为加沙将来应该怎么样, 但问题是加沙会走向何方, 走什么样的道路, 难道不是有居住在此的两百多万, 巴勒斯坦人决定吗? 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来讨论这件事? 事实上美国和以色列都很清楚, 加沙的问题归根结底, 是以色列强占巴勒斯坦人的领土造成的, 哈马斯历经几十年, 战死一查又出来一查的原因, 也只是因为以色列欺压巴勒斯坦的手段, 无所不用其极, 不解决这个问题, 不回到两国方案来, 以色列永远得不到安宁。